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 交通部正着手整并高速铁路工程局 铁路改建工程局业务与人力 预计今年6月成立铁道局 目前规划铁道局将设置6组 60级4个工程处 持续推动国内轨道系统建设 高铁局副局长杨振军表示 为推动轨道产业自治 目前已确定未来重大系统研发方向 目标将集电工系统、车门系统 转向下、转车器、列车防护系统等五项 达到可国产的程度 预计配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4年、8年分别提出一个成果 轨道产业国产化是前瞻轨道建设中相当重要的工作 单从车辆制造来看 以台铁EMU800型为例 自治率已可达52% 剩下的48% 主要是台湾现在没有能力制造的转向架 动力牵引马达、刹车系统、耗制系统等 杨振军表示 目前跨单位的轨道产业汇报已初步选定五大项目 作为未来台湾轨道产业推动重点 铁道局成立后 会在轨道技术研究剂验证中心成立前 肩负其轨道产业研发验证工作 让台湾轨道产业自治率再提升10个百分点以上 铁道局成立后 初步拟定四大业务愿景 包含推动或执行满足交通需求 且有利环境永续的轨道建设 落实监督营运机构 提供安全可靠及稳定的轨道运输服务 协助建立自立轨道技术及产业能量 降低轨道系统建制及营运维修成本 积极进行战区开发 促进轨道经济发展 满足交通需求 同时促进区域均衡及观光产业 铁道局设置六个业务组 包含规划组 土木建筑组 积电组 工程管理组 营运先离组及财产管理组 将办理铁路大众捷运与其他铁道运输系统的设计规划 技术规范拟定及省查 占取土地开发及铁道监理业务推动等 另设有北部中部南部及东部四个工程处 负责办理铁道运输系统工程建设等相关事宜 杨振军表示 目前规划铁道局本部人员450人 各工程处分别有125人 届时两局合并后 将成为近千人的组织